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月季在花后修剪或是平时修剪过程中 将它枝叶修剪掉之后呢 会从这个枝叶顶端这个芽眼处的冒出这个新芽新枝出来 那么可能就有花有繁衣啊 自己不想让这个月季从这个部位呢冒新芽 想让它从底部其他的部位来冒新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个拉叶触芽法 比如这个月季呢 这里修剪了 它本身呢会在这个部位呢再冒出新芽出来 但是你不想让它从这个部位冒芽 想让它从底部的这个芽眼处来冒芽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底部的这个芽眼处这个部位啊 把它这个叶片呢给掰掉 就像这样 你想让它从这个地方冒芽 你就把这个地方这个叶片呢给它往下掰 或者是直接把它扯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上面的芽呢就不会蒙发 就会先蒙发你拉掉了这个部位的芽眼 让这个芽眼呢就会先冒出这个新芽出来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平时对于植株的一个整形呢 或者是对它的形状有要求的话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但是呢 虽然这种方法能够让它冒芽 但是这个芽要想养的状呢 还是要给它补肥才行 怎么补肥呢 首先我们要增加盆土的营养 增加盆土营养 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给它添加一些这种发酵服收好的羊分 来让盆土的养分更加的充足 羊分发酵服收好的具有不烧根的特性 再加上呢 营养特别充足 全面 可以为植株心芽生长补充足够的养分 把这个盆土啊 适当的铲松一点 一定要沿着盆壁铲 然后呢 把这个羊分呢 沿着这个盆壁慢慢的给它埋上一圈就可以了 埋好之后呢 把这个土填回来就能够有需要增加盆土的营养 但是呢 增加盆土营养之后呢 我们后期还要给它适当的追肥 追肥可以用这个畜生长型的有机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呢 它的蛋含量比较偏高 再加上磷甲肥又不缺失 可以有效促进这个心芽生长 还能让心芽养得更壮 那么这个肥的话呢 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 给这个月季进行灌根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灌根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将它稀释1000倍拿来喷叶也可以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月季的一个拉叶触牙法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